哈喽大家好,这里是科幻战舰,我是主播小甜甜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一部关于不断穿越的科幻片《原代码》 故事一开始,科尔特醒来发现自己在一列火车上 周围都是陌生人,而对面的妹子一直在和她说话 像是认识她一般,但自己是美国的一名空军啊 刚刚还在阿富汗的上空执行任务,怎么突然就到了这儿呢? 于是科尔特告诉对面这个名叫克里斯蒂娜的女人 自己是一名军人,并不认识她 克里斯蒂娜却觉得是她在开玩笑,笑着看着她 这时候,科尔特从火车的玻璃上看见自己的脸 好像并不是自己的那张脸 她立刻跑到火车的厕所里照镜子 惊讶地发现真的不是自己,而是一个陌生男子 于是她从口袋里掏出钱包,看到了这名男子的证件 他叫肖恩,是一名老师 科尔特冲出厕所,准备询问克里斯蒂娜的时候 火车突然发生了大爆炸 不知过去多久,科尔特醒来,却发现四周一片漆黑 自己被困在一个密闭的空间里了 唯一能与外界连接的就是显示屏 里面的女指挥不断询问她,火车为什么爆炸了 是谁炸了火车 还没等科尔特反应过来,她又被传送回火车上 所有的事情又像刚刚那样发生了 同样有人把咖啡撒在她的鞋子上 科尔特心想,这难道是什么训练吗 于是他决定在火车里找一找女指挥提到的炸弹 果不其然,炸弹就在厕所的天花板上 但是科尔特是一名空军啊,并不会拆炸弹 拆不掉炸弹的科尔特决定通知乘客疏散 话刚说到一半,火车又爆炸了 科尔特又回到了小黑屋里 不知所以的科尔特质问女指挥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女指挥告诉她,今天上午一辆前往芝加哥的火车爆炸了 如果不抓到犯人,她还会继续制造更大的爆炸 于是政府决定采用这个名叫原代码的实验项目 利用特殊的仪器,科尔特可以反复穿越到火车上一名遇难的老师身上 但是他只有八分钟时间去找到犯人并拆除炸弹 语音刚落,科尔特又回到了火车上 第三次回来的科尔特显得没那么紧张了 他仔细地观察列车上的人发现了一个可疑的男子在中途下了车 于是他追了上去 赶时间的科尔特为了尽快证明他是犯人 两人便干起架来 但是远处的火车还是爆炸了 这个男人并不是犯人 而打斗过程中,科尔特一不小心摔到了铁轨上 被迎面而来的火车撞死了 科尔特又回到了小黑屋 好奇的科尔特通过屏幕询问 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博士告诉他这叫原代码 是指人死之后大脑中的记忆会保存八分钟 而他与列车上的那名老师有着相似的脑回路和构造 于是就让他回到老师的死前八分钟里 他在原代码中做的任何改变都不会影响到现实 一切会在八分钟之后消失 于是科尔特再次回到了火车上 这次他决定先找到武器自保 结果在偷枪的时候就被电击棒打晕了 火车再次爆炸 回到火车上让克里斯蒂娜帮他查了一下自己 没想到自己在两个月前就已经遇难了 八分钟到了 他回到了小黑屋里 开始质问女指挥和博士 原来在战争中牺牲的科尔特只有大脑部分存活 于是他们利用这一部分大脑和老师连接 科尔特很崩溃 博士答应他这次任务完了之后就让他解脱 科尔特只能再次回到火车 把引爆炸弹的手机拆了下来 打通了犯人的电话 并成功地抓到了他 没想到他还准备了更多的炸弹 科尔特一时疏忽 犯人开枪打死了他 火车还是爆炸了 回到小黑屋里的科尔特 把犯人的名字和车牌报给了博士 成功地抓住了犯人 科尔特向女指挥请求让他再回去一次 他想去阻止爆炸的发生 心软的女指挥便送他去了 这一次科尔特真的成功阻止了爆炸 他发了一封邮件给女指挥 还打电话给了自己的父亲 在八分钟的最后几秒里 亲吻了克里斯蒂娜 令他惊喜的是 八分钟过去了 他却没有再回到小房子 而是以老师的身份 在这个世界生活了下去 女指挥也收到了他的邮件 原来原代码的每一次开启 不是重现那过去的八分钟 而是去到另一个平行世界 在那儿也会有着科尔特在生活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介绍到这里 喜欢科幻的小伙伴们 别忘了随手点赞和关注 科幻战舰每天为你送上精彩科幻电影 我们下期见